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和包括我们个人在看书啊 学习啊 包括这个每一个人有着不同的自己嗜好 在不同的嗜好的领域当中 都有一些历史上中外都有一些特别的人物 那这些人成为了一些经典性的 往往是被我们称为带有使命的人物 无论是绘画 音乐 文学 文字 反正你说各行各业 在现实生活中只要包含的都有 那另外还有一批人呢 被称为哲学家 那或者在哲学家的基础上 有人被称的可能就更高 那他们的传递的东西 其实他的宗旨都是一个 思想和对生命的理解 绘画 音乐 那哲学的概念 社会学的概念 人文学的概念 那当达到一定顶尖的程度的时候 他展现出来的都是一种思想的概念 用他自己独特的方式 而这种精神跟我们在原来节目当中一直提到 就像时间的概念 人的灵魂的概念 对吧 人的境界的概念 这些东西都是无形的 这些东西都是无形的 但是现实的人太注重物质化的东西 而这物质的一切 而这物质的一切 却会把人本身变成土豪 无论你是上学的 读书的这个的那个的 那些东西都是外在的 而真正灵性的一面 它是你生命的真实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认识和修炼当中 自己有限的理解 因为这东西都是一层一层的认识 一层一层的理解 那现实的环境当中 那我一直坚持我的看法 中国社会出现这种大变更 大冲突的概念 正是起雾人的概念 胡平先生在这个自由亚洲电台 昨天写了篇文章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山雨欲来风满楼 出大事了 他说海外明镜网发表文章 在江泽民曾庆红等元老联手阻击 和内外交困之下 习近平王岐山 停抓大老虎 针对常委家族的调查 已经停下来 我原来一直跟大家说 我也不知道是哪家媒体 说这话 人胡平先生说是明镜网 很少看 他说最新的大标题叫 元老分头施压 政商各路反弹 反弹大刹车 停打大老虎 王岐山四面树敌 纵观齐喊 十九大让他滚蛋 挑不离间 王岐山走了 习近平就死了 对吧 他们不敢说让习近平滚蛋 他敢说让王岐山滚蛋 对不对 所以就是我没跟你说嘛 你都不用睁开眼 你就知道他在干嘛 但为什么有这种风响 有这种说法 打到最后了 那胡平先生就列出了几个 在他眼睛里认为证据了 就出现这种冲突的证据 一个就是 2月7号 当时的王岐山 引用了习近平的话 两军对垒 成交着状态 这个我们都跟大家分析过了 那胡平先生只是说 两军对垒 那另外一方是谁 他也提到说 周永康令计划 薄熙来徐才厚 这些人已经落马了 那两军对垒还是谁 只剩下江泽民曾庆红了 我节目当中早跟大家分析过了 那另外一个 曾庆红的秘书施智红 在两会期间主动跟记者说话 我们也跟大家讲过了 我曾经说过 这是替主子玩命 这个当时不能说那话 你说就主子头还能在外面 多待一天 说完那话 主子就早死一天 其实就这么回事 我再提醒大家 曾庆红到现在 没再露过面 去年5月14号 这是对头一年了 跟江绵恒 在韩正的陪同下 在上海滩露面 揭示出整个香港的事件 对吧 那是我看我节目的人 稍微知道 看看就知道 我们不再讲了 除此之后 9月29号的晚上 在香港金钟逼习近平开枪 计划失落之后 29号晚上参加65周年音乐会 在江泽民的带领下 强行参加 我说过 我如果我是习近平 我就把那天晚上参加音乐会的人全抓了 退下来的 又去参加了 全抓了 我跟你说 绝不走两 走不了两样 那里唯一走两样的 就是李鹏 啥儿 给人顶雷了 李鹏 出现在那一个音乐会里面 是被曾庆红江泽民算计了 垫背的 替死鬼 那剩下江家的人 那天出席音乐会的人 我跟你说 哥我我就全抓了 你管他打个放屁 自那之后 曾庆红再也没露过面 我跟大家讲过 应该已经是那头驴啊 驴尾巴驴爪的 什么都没了 第三个他提到说 郭文贵 财新网三月底 那其实真正的风波 是从郭文贵 这个概念出来的 对吧 这个跟大家讲过了 所以那是一个 非常大的反击的概念 为什么 动了国安 动了马剑 马剑是在一月份被抓的 国安是曾庆红的体系人马 他运筹帷幄了很长时间 99年 曾庆红就主管香港事务 所以这是一整套的故事在里头 4月下旬 纽约时报发表调查报告 提到王健林这件事情 我们也跟大家讲了 那都是炒冷饭 那炒冷饭的概念 老外 参户进来了 对不对 借助着纽约时报参户进来 所以纽约时报里头有 有人家江家的人 这个东西都走向国际嘛 大屁股撅起就这样 令完成藏身美国 想必手中有猛料 投鼠机器 可能是 可能不是 那这里提到的 昨天我们节目提到了 令计划有些文件 遗失去哪了 这可能是他真正投鼠机器的地方 然后他又提到说 神大伟马诺德 就是洋人提出来 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崩溃的概念 然后他提到说 近期中共元老露面 他说包括江泽民 胡锦涛 温家宝 贾庆林和江绵恒 那我这里不知道 他怎么提到江泽民和江绵恒 江泽民江绵恒 最近时间已经很少露面了 真正强行露面的 被高调露面的是 胡锦涛 温家宝 贾庆林 而贾庆林 在整个江家帮人里面 是充数的 是滥于充数的角色 不是决策的人 决策的人是曾庆红 那这些罗列在一起 实际这都是旧的资料了 在这个胡平先生的眼睛里认为 习近平王岐山反腐运动 遭到了阻力 不得不暂时妥协 但眼下的妥协 只可能是暂时的 因为习近平的反腐运动 已经打破了原有的恐怖平衡 对立各派失去了 骑马的互信 你死我活 一场恶斗在所难免 所以叫山影欲来 风满楼 没错 我觉得是这么回事 那在我的眼睛里 我依然强调一点 你要往前再看一点 我借用张伟国的先生的那篇文章 江泽民把自己跟共产党完全一体化 十八大是江泽民获胜 这也是事实 那习近平王岐山李克强在这个基础上上来了 为出于保住自己的性命 就像我说的是 习近平是被曾庆红江泽民当傻儿耍的 你今天耍我 我不整死你 我还是人吗 弄那么多大道理没用 那胡平先生的总结 中共高层这场缠斗 应该是黑帮内斗 它的积极意义仅在于 双方彼此攻击 自相残杀 进一步暴露出 中共统治集团的丑恶 恶斗激化甚至可能导致破局 释放出健康的能量 并进而成为历史的转折点 提供机会 这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我觉得是这么回事 有它各自的私心想法 但是出保命是根本 没命全都扯淡 所以在保命的过程中 最后大家看到了 天灭中共 中央电视台最近很诡异 有些手法说不出来 昨天晚上播了一条消息 法广这么爆 央视新闻联播 重提杀俄 寝华的事件 引发了猜测 那这个背景就很特别了 对吧 中宣系统 是在刘云山的控制之下 普京 要想重新树立自己 沙皇的地位 习近平去参加了阅兵式 参加了阅兵式 那众多纷纭都说 这个中国跟俄罗斯要结盟 我就说扯淡 就那么回事 相互利用了 但是中央电视台 在这个时候提这件事情 就是个问号 那就变成了文宣系统 从这个角度上说 文宣系统在打击习近平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呢 江泽民上台 99年 大范围的出卖了中国的领土 中华民族祖宗 留下来的土地 上百万平方公里 以国家主席的身份签了签了字 跟这个叶利清 出卖给谁了 俄罗斯 所以现在你给他下定论 有点早 这是双重的 所以我跟大家说的挺简单的 我刚才说的很明白 你今天没退路 你就得把江家帮连锅端 没什么别的商量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